今天我们要试驾的车款就是 HIGHLUK 可是你看到这款 HIGHLUK啊 其实非常不一样 因为它经过了完全的强化升级 而且这辆车你驾了之后会有很 HIGH 的 LUK 走 让我们去看看这个配备了 Toyote Open Country 系列越野轮胎的 HIGHLUK 有多强 Head institutet好重 这个有一条混购物 就是公司和巡迹的 İslam 但是在一起 相机被计判只会有一个 AB车的硬盖 这一条是大量的 这一条是什么 其实这一次我们开的这辆 Hilux 用的是 Toyo Dias 的 Open Country MT 越野胎啦 这个是真正的硬派越野胎 它和平时普通用的全天候越野轮胎有一点差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造型方面就已经是非常的硬派了 那这个轮胎就能应付比较极端的地形啦 像是那种泥浆地啊 或者是有很多碎石的路段 又或者是高低起伏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它都可以应付 那其实这种越野胎讲究的是抓地力 排水 排杀甚至是排石头的性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Toyo 的 Open Country MT 呢 它在这个胎面的方面就有这些专属的设计啦 首先呢 是这个轮胎的这个胎肩设计啊 能够有效的咬住地面 同时还能够及时排出水分啊 还有就是砂石 甚至是延时 同时这个刀槽设计呢 能够提供一个出色的实地抓地力 更出色的自动表现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胎面的这个越野狗形胎块 加上这个够深的凹槽设计啦 它能够提供非常出色的一个越野抓地力 而这个轮胎的高强度构造啦 拥有这个高承载的能力啊 能够在恶劣的路段时 能够承受这些比较极端的路段 所带来的这个伤害力 以及扭转时所带来的那个拉力 除了这个轮胎呢 越野实力十足之外 你可以看到这辆重度改装的HILAS 它的整个悬吊系统啊 等等都不一样 它的车身JACK高了 就是要应付这种河流区域 你可以看这个河 我身高181啊 你可以看这个河已经盖到我的膝盖了 如果是一般高度的车子啊 基本上这种河是过不到的 它专门把这个车身JACK高之 就是为了让它应付这种河流区域的道路 可以让你更加享受这个OFF-ROOT的感觉 OK 讲了这么多啊 我们现在直接开这个爆改的HILARP来OFF-ROOT 其实啊 通过镜头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车的内装其实有点不一样啊 我们坐在这一对赛车的同里 这个是BRIGHT的MARKET SEAT来的 然后啊 经过了这个重度改装的HILARP的这个悬吊啊 其实很强 看我们现在趴这个山路 轻松的这样子过吧 其实前方这个路啊 是蛮不平的 你可以走进口看 它一直在抖动 就像我们刚才的影片讲的 就是这个悬吊其实是 BRIGHT FOR 开快的 在OFF的时候开快的 所以你在OFF的时候开快啊 其实你的悬吊设定啊 其实会更稳定一些 不会那么弹调 应该是讲它可以承受比较大的那个撞击力啊 因为你过那种 很多时候你可能是遇到那种路段很高低起伏非常大的地方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过 它的这个 Suspension 都能够承受得到啦 其实我觉得这种OFFROAD的车啦 最重要的啦 除了是悬吊以外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轮胎的抓地力 因为好像在这种烂泥地上面啊 抓地力真的是很重要 你抓地力不好 你就stuck在里面啊 对 再来啊 除了它走着一个极端的这个迷宁的道路啊 它的那一个抓地力很好之外啊 其实它过水跟着一个跑沙地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排沙排水的能力 其实你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强 嗯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满surprise的啦 是这个越野胎 它其实坐起来不会太过硬 因为通常中越野胎啊 它的那个制径的身体比较硬一点 因为它要强嘛 所以 可是我坐在这种车上 嗯 不会太跳也不会太淡啊 其实OK的 因为一般上它的sidewall要比较厚 它才可以去承受那种装击的 还要够强啊 对 它才可以支撑住那个冲击力 对 在过水 而且过河的时候你可以feel到它那个轮胎的排水真的很快 它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一个你撞进水那种感觉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重新都看到了 其实现在是下雨的时候啊 我们过这些烂泥路啊 它都可以维持到一定的这个traction 那个抓地力还可以做到 它不会有飘的感觉啊 还是可以给到你足够的这个信心啊 像我们这种 其实我们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越野轮胎啦 我们算是一个新手啦 但是 我们都可以轻松到 轻松驾驭到这两个 不过我知道的是这个 这个MP Series 啊 其实算是 Off-Road User 其中一个 比较 popular 的一个 他们比较爱选这个款式 其中一个比较 popular 的款式 所以 在这方面 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初屋体验 就真的是体验到它的这个整体的抓地力啊 还有排水啊 还有它挑战那些崎曲路段的这个能力啊 其实真的是蛮出色的 来 我换你加一下要不要 OK 没问题 没事很想开看 好 我们前面又转了 OK 现在换我当 Percentor 了 讲真的啦 我刚才坐着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这个轮胎其实 就是那个舒服啊 舒适度很不错了 现在我开了 我发现哇 真的是什么路段都难不倒它的感觉 好像我们过这种不平的路段 我可以 feel 它的那个 sidewall 其实是真的是有在 hold 住这个 呃 承受这些撞击力 当然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Off-Road User 啦 so 这个是我一个初步的一个感觉 然后加上其实刚才我们是有过一些 我们其实有尝试做那些渡河的动作 就是过那些石头啊 不平大小石头那种路面 包括进到整个水的部分啊 这个轮胎其实当下呢 那个感觉是 哇 整个就是很稳很稳定 然后抓地力也是维持到蛮出色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一个目的地 我们的这个驻驾村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轮胎 还有这辆这个重度改动的 High Last 的这个 嗯 简短的试驾 我有点不知不觉的爱上这种越野的驾驶 因为感觉还蛮好玩的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这个避震器 还有就是这个轮胎的选择很重要啦 所以我觉得嗯 这方面 这个 Toyo 的这个轮胎有满意到我 在试完了这辆重度改装的 High Last 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最重要的环节了 就是我们的业配时间 那除了我们刚才试驾的这个 Open Country MT Series 啊 这个 Series 是比较重度的一个越野胎 可以带你上山下海的一个系列啦 那其实这个 Open Country 还有另外两款轮胎 分别是 AT Plus 以及 UT 系列 那我先讲这个 AT Plus 啦 AT Plus 其实它是一个全天候的越野胎 就是讲你除了可以做一些越野的动作以外呢 它也能够在 On Road 用 而且还给你提供一定的宁静度还有舒适度 开起来会比这辆车 refine 一点啊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UT Series 啦 UT Series 其实是 Toyo 推出最新的一个 专门为 SUV 车型所开发的一个轮胎 也是 Under 这个 Open Country 的最新的一个轮胎系列 这个 UT Series 它能提供一定的舒适性 还有最重要的也是许多 SUV 车主都讲究的 宁静程度 除了小明讲到的这两款轮胎之外呢 这个 Toyota 啊 还有一款叫做 Open Country S Series 的轮胎 这个轮胎呢 本地前五名的皮卡 Toyota Hilux Isuzu D-Max Nissan Navara 还有 Mitsubishi Trident 都选择它作为这个原厂配给的轮胎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轮胎是多么出色的 那么多人都选择它 在影片的最后啊 我们要再重申一次 这辆车不是本地的 Hilux 这辆车是从这个日本进口 而且是在日本改装好的哦 所以本地应该很难找到这样的 Hilux 啊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 Toyota 借出这辆 Hilux 让我们去 Off-Road 玩玩 然后体验这个 Off-Road 的魅力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啊 看在我们下雨还拍影片的份上 请大家多多按赞 然后分享我们的影片 最后要记得订阅频道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